大家好 我是Ivan 今天想分享五個email marketing的trend 我在有一篇文章 Mailer Lite是一個挺有名的EDM System 可能大家聽得多是Mailchimp 可能是Active Campaign,Mailer Lite這些 這個都是其中一個有名的 他說的是2021年的時候 今年有些什麼發送email的trend 五個去跟大家分享 他說第一個是email仍然是一個很 effective的online marketing的工具 就是用來做推廣 因為我們經歷過很多浸的 如果有少少年紀 有Franster、MySpace 現在有Facebook等等 社交媒體會有機會消失 或者會有另一個平台出現 譬如現在的MeWi 但是用這麼多這些不同的程度也好 你去登記一些平台 其實都是需要一個email address的 這個email address其實就繼續在這裡 所以如果要聯絡到一個users 還要是一個我們叫one to one 就是directly傳給他 都仍然是email是一個很好的程度來的 它繼續在增加 就是很多人都說email沒有用 推廣沒有用 但是其實它繼續繼續很有用 因為你很少 你會使用了一個Franster 或者MySpace的帳戶 或者是Facebook的帳戶 但是你不會無緣無故使用了自己的email 所以為什麼email仍然是很有用的 純粹顯示一個trend 第二就是email marketing的trend 他們越來越喜歡一些可信的人 有一些正面的內容 就是可能是你找了一些代言人也好 或者一些很正面的運動員也好 什麼都好 剛巧用了你的產品和服務 有一個訊號去說的 這個就是一個很正面很正面的內容 也是一些可信人士說的話 這個也是一個trend 文中還有說 就是如果你的business 是很基於這個newsector的話 就是其中一個trend 因為剛才我講了 大家其實email是唯一一個 可以connect到他們的方法 no matter no matter那個social media 它還有沒有用 所以如果你在一個公司 可能你每個月 如果以B2B來說 通常都在說一個月傳一至兩次 就是不會傳得這麼密的 但是at least你可以keep住那個手衆 他們會繼續看到你的資訊 你的服務 你的offer 所以都是一個好的方法 不過有些地方 其實他們就不太用email的 要先了解一下 比如你是想打中國市場 中國市場其實就很少用email做推廣的 相對來說 就是他們用app去推送的東西比較多 好了 第四個trend就是 email的personalization 這個大家應該不陌生的 就是個人化 你發一個email給Mary 你就是Dear Mary 你發給Ivan 就是Dear Ivan 這些概念 但是呢 講的是要add scale add scale的意思就是 就是每一個人 譬如他是一個網店 他扔了一個EDM software 你可不可以每一個人 recommend一些product 給他都不同呢 那如果可以的話 這個就是add scale 一個大規模的做法 就不是純粹deer 哪個哪個去算 這個可以考慮 那最後就是不用寫program 那就是說這些的EDM system 其實已經很多了 那我覺得這個trend 他應該是用來順手銷售自己的 就是說用下這些工具 其實你不需要懂得寫program 他本身的工具已經提供了 很多本來要懂得寫program 才能用得到的東西 那另外就是有一些的功能 有一個叫sepper 就是叫做API的整合功能 它可以整合很多不同的軟件 就是說可能你在那個網站 collect information 可以直接下一個EDM system 然後可能就要放進google sheet 那裡儲存 可以用這些系統去整合 整個整合的過程裡面 我不需要寫一句programming的東西 已經可以做到 那這個就是他在說第五個trend 所以很簡單去recap 就是他在說第一個就是 email繼續都是很重要的 一些正面的內容 第二個 第三個就是如果你是做b2b的business 要平常去sendingnews.net 第四個就是講個人法 不過是一個大規模的個人法 那最後就是不需要做太多programming的東西 已經可以做到剛剛說的所有功能 那如果你都有用EDM system的話 可以告訴我你用哪一套呢 那另外就是我有個Facebook page YouTube channel 還有一個patreon 有興趣可以了解一下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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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